人活一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知识 能力 人脉 还是金钱 我觉得都不是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当你有了知识 能力 人脉和金钱后 你可能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身外之物 但你会慢慢的发现 健康是你永远买不回来的东西 在2018年一个关于健康的调查数据中显示 我们国家真正健康的只占总人口的15% 而有7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剩下的15%就是处于疾病状态的人 我相信现在并不比这个数据乐观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所说的健康并不仅仅是身体 生理方面的 还包括心理方面的 就比如经常防灶 焦虑 也被划分在亚健康中 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亚健康的情况也更严重了 就像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 看到一些不好的信息 一些人因为焦虑 因为抑郁 选择了绝路 所以我们不仅要面对来自身体外 病毒的侵扰 还要面对来自内部的破坏 真的是内外话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能够在以下十个方面多注意 多关注自身的内心状态 并时刻调整自己 我们都可以维持健康 一直到生命的结束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说 距离是哪十个方面呢 一呢 关于睡眠 我们生来就是那么爱做梦 又何必辜负这美好的夜晚呢 所以不要因为失眠逼疯了自己 顺其自然才能抵达熟睡的梦想 二呢 关于早餐 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丰盛的早餐 便能换取一个健康的身体 认真生活 从一顿早餐开始 三呢 关于焦虑 焦虑就像房间里的灰尘 时常会有 但只要细心的打扫 再多的灰尘也会一扫而光的 四呢 关于心情 虽然保持好的心情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你想啊 口袋里还有你爱吃的零食 冰箱里啊 还有你爱吃的冰激凌 这些美好 便就是你开心的理由 五呢 关于孤独 孤独与否啊 不在于你身边有没有人 而在于你的心 是否有安定的地方 六呢 垃圾食品 小吃一切 猛吃上升啊 在适当的时候 意识一识 人生才会有更多的意识 七呢 关于喝水 多喝水并不是不用心 而是我文化有限的关心 八呢 关于饮食 不要浪费人生吃云的美食 每一仓都要吃顿好的 九呢 关于运动 哪怕天上的云都知道随风而动 我们又何必躺着过人生呢 是啊 关于健康 别让你不重视健康 成为你人生的遗憾 希望这些感悟啊 能让你顿悟 真正重视健康 因为只有保持健康 人生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七个医疗圈的潜规则 能让你少走弯路 少踩坑 看看你知道几个 一 著名专家的门诊 一般都集中在 星期的前半段 后半段逐渐的减少 到了周末就更少了 在病房里找到他们的几率 也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大专家都很忙 不是在这儿忙 就是去那儿忙 二呢 医生的服务态度 主要是指耐心程度 他与业务能力并不完全成正比 一般来说老专家态度最好 年轻人次之 中高年子的专家最差 从这个角度看 找个得意双心的医生 真的很难 三呢 名气最大的医生 多半不是业务能力最强的医生 即便与他们自身相比 名气最大的时候 也已经不是业务的巅峰时期 不过这个规律 好像在每个领域都比较实用 四 要想评价外科医生的 真实手术水平 最有发源权的是 麻醉医生和手术室的护士 因为他们天天见 又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瓜葛 五 如果你们 你经济条件很好 面对同一种钥匙 尽量选进口的 效果会好很多 虽然不是绝对的 但多数是这样 六 不要相信医托 只要跟你说 哪里能装自己拿杂症 几副药就能治好病 只要说这种有神效的话 你要小心 正规医院的医生 是不会跟你说绝对的话的 七 虽然有很多人 对医疗现状不满意 但绝大多数正版的医生 都是非常讲良心的 不管外界对他们怎么贫 怎么床 怎么骂 医者父母心 一直是医疗圈里 最大的潜规者 这一点从来没变过 生活中有三大类常用药 如果你长期使用 会特别容易损害你的免疫力 影响身体健康 那具体是哪三类呢 第一类 抗生素 是我们大家最常用的一类药物了 也是最容易被浪用的药 最常见的像阿默西林 头包类的阿奇梅素等等 相信你们家里都会有一点 像一感冒了 咳嗽了 可能都会去吃 但是呢 这类药物啊 是不建议长期使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抗生素是杀灭细菌的 而我们身体也有一部分有益的细菌 它们在肠道内 有调节免疫 帮助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作用 当你把有害的细菌给杀掉了 也有可能同时也把有益的细菌也给杀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菌群紊乱 导致免疫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呢 长期使用抗生素 还可能使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 等你下次需要使用的时候啊 就杀不了它了 所以说呢 抗生素虽然说能治病 但不建议长期使用 特别是没有明确细菌感染的情况下去浪用 要遵医嘱规方使用 那第二类药物就是激素类药物了 对身体的免疫力的伤害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最常见的就像第三米松 强尼松 婆尼松 这些带松子的 那长时间使用的话 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 激素是一种能够抑制免疫反应的药物 使身体的免疫 细胞数量和功能都下降 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和真菌等等维生物 同时呢 还可能会导致股量的减少 股质疏松 血压的升高和增加换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顺便再提醒你一点啊 如果你的病不是必须使用激素 比如说治疗什么一些腰腿疼痛啊 关节炎啊 遇到一吃就管用的 效果还特别好的药物 但是你又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成分 那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小心 可能会违禁添加了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在里面 对我们的身体损害就大了 特别是我家这边村子里啊 有些人会卖一些缅甸药啊 自配的药粉啊 一吃就不疼 老人啊 就特别喜欢买 我在急诊救急的好多 长期吃这些药 最后出现了胃口羊出血 送来抢救的 特别危险 第三类就是像 酸氯酸钠 布洛芬 营朵美心之类的 非栽底抗炎药 那这一类药啊 也是用的最多 最常用的药物之一了 在药店就可以随便买到 像牙疼啊 头疼啊 痛筋啊 尤其是中老年 躲不开的腰腿疼 这样的病 一疼就吃 常年用的话 最容易伤胃 让胃粘膜出现损伤 甚至会诱发胃溃疡 胃一旦出现问题啊 会影响营养的消化吸收 你想啊 你的身体能好得了吗 所以说啊 这种非栽底抗炎药 是不建议长期使用的 如果你的疾病需要长期使用的话 只能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一些对胃肠损伤 比较小的药物 对身体的损害会稍微轻一些 但是呢 也是需要兼顾其他一些副作用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的家人还在经常吃这些药的话 要提醒他们 尽量先去医院看看 如果不得不用的话 在有经验的专科医生指导下 科学合理的使用 把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 为你揭露十个 当人防不胜防的健康骗局 虽然视频有点长 强烈建议你耐心看完 谣言一 零测糖就是无糖 真想是 零测糖不代表无糖 零测糖可理解为 没添加测糖 但不表示 该视频中不含其他的糖类 比如葡萄糖 麦芽糖 果糖等等 谣言二 睡觉打呼噜 就睡得下 真想是 经常打呼噜的人 可能患有睡眠呼吸 暂停 低通气综合征 睡觉时出现呼噜声 仿佛发生呼吸暂停 这表明呼吸系统 可能存在问题 严重情况下 可能导致窒息 谣言三 长期喝有水垢的水 会得肾结实 真想是 水垢在胃霜的作用下 会被分解成钙美粒子 而非集聚成石头 未分解的固体沉淀物 会随粘便排出体外 所以不会直接引起结石 谣言四 减肥应该拒绝 主食和油 真想是 油脂和主食 都是含有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脂肪可以提供能量 还具有保护脏气 维持体温 提供必须氨基酸等重要功能 主食能提供必须的热量 拒绝摄入会影响身体的正常运转 并带来健康风险 谣言五 每天敷面膜对皮肤有好处 真想是 过度使用面膜会导致皮肤的角质层过度水合 造成角质层受损 皮肤变薄 以及屏障功能受损 同时会导致皮肤的水分流失增加 达不到补水的目的 可能会引发皮肤敏感 降低皮肤抵抗力 恰当的使用频率是每周不超过两次 谣言六 左旋肉碱咖啡可以健康减肥 真的吗 真相是 虽然有文献证明 左旋肉碱可以降低体重和体质 但大多数成功减肥的人 都配合合理饮食和适量运动 人体可以自身合成足够的左旋肉碱 当独口服左旋肉碱 不能增加肌肉碱浓度 也不能促进脂肪瘡烧 谣言七 吃素不会得脂肪肝 真相是 长期素食营养不良和过度减肥的人 也可能换脂肪肝 脂肪代谢需要载质蛋白作为交通工具 当蛋白摄入不够时 体内缺乏足够的载质蛋白 肝脏就无法将多余的脂肪转运出去 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 形成脂肪肝 谣言八 不渴不需要喝水 真相是 不要等到身体发出渴的信号才喝水 因为感到渴意味着身体已经缺水2%以上了 喝水要少量多次 保持一定的频率 每次饮水量50-100毫升 一致性喝太多水也对身体有害 希望你多了解这些知识 别被谣言耽误了